3 2 1 請啟動 大型就業博覽會爭彩 現場吸引滿滿人潮 不管是應屆畢業生 或者是職場新鮮人 甚至有轉換跑道 二度就業 來到現場都有機會 找到適合職缺 我之前是醫療業的 我現在是休息的 想要開始 我是來參觀的 求職的項目蠻多的 不管是年輕人或是說二度就業 像我就是屬於二度就業 我就想來看看有什麼機會 然後在自己還能夠動的情況下 能夠再找一份工作 班數蠻大的吧 就是不用這樣一個一個投履歷 就直接現場就可以直接爭彩這樣子 對啊 然後比較可以一目瞭然 這樣多放比較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本分數 五一勞動節前戲 在金融體育館舉辦 今年首次大型的就業博覽會 這次共邀集了五十八家廠商 四處超過兩千兩百個工作機會 其中高達一千五百個職缺 都在北北基 方便在地民眾通勤上班 如果你是 這是第一年進來的任用薪資 那未來當然薪資會再更高 那我們平均薪資大概在四萬五到五萬之間 經過這個金融海嘯以及COVID-19 兩次這個影響 員工的工作及收入都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那我們的工作大家看到的是 好像是需要有一些技能跟證照 其實這個透過我們的一個教育訓練 很快就可以來工作 因為現在台灣的運動風氣越來越好了 那大家也是對我們 我們是外商也是重視人跟運動的公司 所以大家非常的踴躍 尤其是有很多想要二度就業的夥伴 都來這邊詢問我們很多求職的相關訊息 尊財、長產、全面採用五指化、廠商的職缺手冊、民眾的個人履歷 都以數位方式下載、傳遞、響應全球環保趨勢 勞動部持續的一直都是在做就業服務職業訓練 還有求財的媒合 所以我們每年都有超過七十萬以上的就業服務的人士 可是針對一些重點缺工的產業 我們發現還是應該跟相關部會做一個好的鏈結 有相關部會在企業端 把企業端需要的部分做清楚的標示 我們在求職端提供勞工好的一個獎勵和措施 所以針對比較缺工的產業 不管它是製造業營造業或者是觀光旅宿業 我們都有各式各樣的補助措施 來協助勞工找到好的職缺 那我們也會讓各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求財的方面 把好的勞動條件和薪資水準往上提升 那這部分是我們在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行政院的指導之下 做了各式各樣的缺工的協助 我們這五十多家的廠商 我們薪資三萬以上總共有八成 那其中有四成是中高階職缺 包括我們的經理或是我們的儲備幹部或是我們的資深工程師 所以這些職學其實都還不錯 其實就是針對以後的部分的有些求財需求 包含現在是畢業季 我們也邀請附近周邊的學校 經國重祐還有我們的德明 還有我們南港的中華大學 學生都來參加我們的救伯會 那今天的活動人數目前是非常多 我們出負目前早上來的人數大概就已經有1500人左右了 這一場就於博覽會吸引了2600位民眾到場 其中966人出負媒合成功 媒合率約55%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